超声波雾化加湿器 常用压电陶瓷雾化片产生高频斜阵 把水打成能漂浮的微小水滴 这种加湿器的核心是怎么被驱动的 雾化后的水又是怎么被喷出的 如果你不知道,我们一起去探索一下 这是压电陶瓷雾化片的驱动输出端子 和两个测试针 一会儿用试波器观察驱动信号 这是微孔压电陶瓷雾化片 和压电陶瓷风鸣片一样 都是利用对陶瓷施加电压会有形变的特性 不同的是,雾化片中间 有700多个直径5微米的喷孔 这是雾化片的驱动板 电路不复杂,但芯片没有型号 有一个电感应该是和雾化片并联 形成LC斜阵电路 准备试波器 把雾化片接到驱动板上 试波器探针接到雾化片的两根线上 然后启动 这是雾化片上的电压波形 一个湿针的正弦波 它的频率是114千赫兹 峰峰值高达103V 显微镜下看看它是怎么喷雾的 放大一些 再放大一些 再放大一些 反过来加水不会喷雾 只会慢慢地渗透到另一边 当水累积到足够多 又会从正面喷出 这种单向喷雾的原理 我不是很理解 有谁知道 请在评论区给大家科普一下 现在我们放大那700多个 5微米的喷孔 看看它是什么样子 从正面看很难看清楚 再放大 能看到很小的孔 因为表面太光滑 反差不明显 很难拍清楚 从后面看 每个孔都是漏斗形的 比较容易拍清楚 好了 我们已经了解 超声波微孔雾化片 水雾是怎么喷出的 以及它的驱动波形 感谢您的关注 我是鸡垫区 我们下期再见 raise my hands watch m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